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眼帘的是铺满花瓣爱心的大床 墙上还挂上两人合成的甜蜜婚纱罩 浩子感染栖息下时致敬后哀祥 哀祥有浩子说我想你 只见两人娇羞看住对方 气氛暧昧 浩子更惨言来到蜜月套房 真的有爱妙在滋场 旁人也相声两人有化学变化 浩子想起魁为一年多再次合体 一年多不见 两人难得用交话日记 吐露对彼此的心声 浩子表示两人私下话不多 但因为有一个可以一起打拼这么久的兄弟 觉得很幸运 两人首度在镜头前公开告白 展现了难得的兄弟情 此次约旦之旅 引来到了著名景点慈海 浩子亲自挑战慈海漂浮术 也将慈海泥涂抹全身 在慈海中 玩起慈海芭蕾 疯狂行进向伴众人 离开慈海前 两人决定要以生意慈海水的方式 跟慈海道别 结果一入口立马吐出来 大海好苦 好刺 连胃都能感受到刺痛感 更多精彩内容请锁定TVBS欢乐台 自12点赛每周三 四晚间10点时尚玩家 号角香气与工作人员在慈海漂浮 玩起慈海芭蕾 TVBS提供阿祥子 浩子两人食指尽口 TVBS提供阿祥子 浩子全身涂满此海迷 TVBS提供阿祥子 浩子的蜜月套房中 张扑了爱鲜花瓣的大床 TVBS提供 阿祥子的蜜月奥 阿祥子全身定空间質 阿祥子全身定弱 阿祥子全身定空间 本来在论海 ambulье人体 感谢观看